今天我们给大家评测的是AMD久违的新显卡 基于RDNA4架构的RX9070XT 说实话 听到A卡要更新的时候 我内心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波澜 尤其是这次RDNA4还不准备出旗舰显卡 感觉这个又是过度的一代 结果真的测试完之后 我简直虎须一阵 好久没有一张A卡能让我在首发的时候喊出yes了 尤其是老黄50系各种涨价百烂的当下 这张9070XT的杀伤力就更显得惊人了 它游戏性能到底有多强 功耗表现又如何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来自华硕的TUF RX9070XT 这张TUF9070XT延续了TUF家族一贯的设计风格 外观设计非常硬了 正面布置了三颗风扇 整张卡的体积被控制在了三槽 这张卡显然是比这代5080和5090的体积小一点的 算是体积比较克制的一张卡 不同于N卡的16P电源接口 它依然使用了传统的3x8P辅助供电接口 应付9070XT的功耗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也很期待它的超频潜力如何 接下来咱们就拆开这张TUF9070XT PCB上布置了13项核心供电加上3项显存供电 通汗了一项核心供电位 中间的NAVE48核心是一个非常扁的长方形 我们手工测量下来 核心面积大概是360平方毫米 是一颗中等尺寸的GPU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它取消了7900系列的Chiplet设计 这个让我对它的能效表现有了更高的期待 核心周围是8颗海力士的GDDR6显存 默认频率20Gbps 9070XT的这颗NAVE48核心咱们已经介绍过了 它基于RDNA4包含64组CU 它还有个小弟9070是56组CU 两者都搭配256位的16GGDDR6显存 9070XT起价4999 9070起价4499 这一代和当年的5700XT是有点像的 都是从旗舰退而求其次 通过架构创新和降本追求性价比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次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吧 这次我们的测试平台依然沿用了9800X3D CPU 搭配ROG的Crosshair X870E Hero主板和一颗ROG的雷神3 1200W电源 毕竟测试平台可不能给显卡拖后腿 首先咱们来看看基准测试里9070XT的表现 Timespy里面这个9070XT直接给了我们一个开门红 3万分出头的成绩直接轻松干掉了5070Ti 大幅领先于前代的次旗舰7900XT直追5080和7900XTX 4K Timespy Extreme也延续了强势表现 轻松领先对手的5070两兄弟 Steel Nomad里它在高负载的标准测试下也干掉了5070Ti和5070 但在负载较低的Steel Nomad Lite里介于两张5070兄弟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光追测试Port Royal 这本来绝对是对A卡最不利的特项 但是9070XT直接在这项里比7900XT强了30%以上 在光追项目里直追5070Ti 看来这9070XT的光追性能大有惊喜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进入游戏环节吧 首先一上来我们就测试了经典游戏《大表格2》 这9070XT一下子就把我们看傻了 不说超分的情况下 它以巨大的优势直接干趴了5070Ti 我靠 这也太强了吧 相较于上代的7900XT 在2K下提升了超过30% 在4K下的提升幅度稍小一些 但依然傲视群雄 功耗上讲的话 9070XT基本上维持了上代7900XT的功耗 能效有进步 可惜还是和50系有较大的差距 但在性价比面前 能效在桌面显卡上 我觉得已经不值一提了 有这样的蛮力赛 9070XT哪怕比超分 也完全可以开更高质量的档位 来一定程度上弥补FSR画质上的差距 可谓是大力出奇迹 可惜从接下来测的吃机来看 它这个表现并非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 9070XT在吃机里仅仅是略胜7900XT 不管是2K还是4K分辨率 和N卡这边的5070Ti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接下来我们测了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 这个游戏又是A卡的主场了 9070XT再次以很大的优势打赢了5070Ti 相比较7900XT也有两位数以上的显著提升 在CU数量反而更少的情况下 居然有如此的性能提升 这真的完全出乎意料 看来RDNA4架构的进步非常大 看完N黑游戏再来看个A黑游戏吧 潜行者2 这里9070XT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相较于7900XT提升很有限 基本上都是各位数提升 相比5070Ti性能也要差一些 不开超分甚至差出了两位数的差距 跟前面的性能对应起来还是有点落差的 接下来我们又测了RDNA4环 这个结果又有点大点眼镜了 9070XT甚至没能打过前代的7900XT 更不用说5070和5070Ti了 我们怀疑现阶段驱动还有优化的空间 毕竟法环正常玩你可能不会解锁帧率 这个未必是首发优先考虑的优化游戏 不过凭借着巨大的光追提升 在光追下9070XT倒是能追平7900XT 这让我有点期待后面几个光追游戏的表现了 我们再来玩一下霍格沃兹之谊 9070XT一下子又生龙活虎起来了 2K下相比7900XT性能暴增25% 4K下更是提升29% 比起5070Ti也是强不少 咱们再来开个光追看看 那A卡在霍格沃兹里面目前还不支持光线重构 所以开了光追之后噪点会很严重 也就只能在A卡之间对比一下性能了 就不要去和N卡横向比较了 那和上一代的7900XT比起来 这9070XT的光追性能简直就是飞跃 4K下光追提升了37% 这次RTN A4真的在光追下好好下功夫了 相当恐怖 接下来我们又玩了心灵杀手2 首先是光纱化性能 9070XT继续保持超强表现 以两位数百分比大幅领先于7900XT和5070Ti 在光追性能方面 由于心灵杀手2里 A卡只能开高档位光追 还是比N卡低一档 所以咱们还是不太能直接对比性能的 那如果是和7900XT对比的话 9070XT再次展现出了逆天级的光追提升 这直接暴增45%以上 简直是有点离谱了 不过它的光追还是比50系差挺多的 毕竟你开第一档光追也依然差了10%以上 接下来就是我们永远的老朋友2077了 2077作为一款N卡占优的游戏 9070XT的光山化优势 终于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吗 但它依然稍强于5070Ti 甚至4K下不开光追不开超分 也能跑到60帧以上了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光追方面很可惜 A卡跑2077的光追也不只是光线重构 也没办法和N卡直接对比 但9070XT还是比7900XT强了46%以上 这次的光追提升看起来是真的相当厉害 咱们再来看一个对A卡比较不利的游戏 黑神话悟空这个是少数9070XT干不过50静态的游戏 2K不开光追不开超分的情况下只能跑51帧 如果是在4K下玩黑神话 不开光追全特效开平衡挡的FSR也就是个57帧 跑的算是很艰难了 光追更不用说受限于OMM的特性 N卡跑黑神话的光追依然远强于A卡 差距巨大 但好在9070XT比起7900XT光追提升还是巨大的 这点在黑神话里也是体现出来了 性能已经几乎翻倍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出的硬件杀手 怪物猎人荒野 在这里9070XT表现依然不错 不开光追和超分的情况下 2K全特效可以跑86帧 4K勉强能跑个50帧 反正比起7900XT来说已经强了22%以上 相比较于5070Ti也是更强的 开完超分之后 4K基本上可以流畅运行 而让人惊喜的是 荒野在开了光追之后 9070XT的帧数居然比5070Ti还要高一些 尽管我们知道卡普空的光追效果基本等于没有 但能够在光追性能方面也支愣起来 这RDNA4也算是很厉害了 总体来看 9070XT的性能以它的价位来说相当给力了 比起7900XT 4K光山化综合提升14%以上 光追更是大幅提升了46%以上 相比较于5070Ti 光山化性能综合来看也是强一些的 考虑到50系现在逆天的价格 9070XT的实际成交价格 甚至应该不比5070来的贵 更不用说天价的5070Ti了 这波A卡的性价比绝对是暴打老黄的50系了 测完游戏再来看看生产力 虽然买A卡的人一般不会奔着生产力去 但我们还是得稍微测一下看看吧 可惜9070XT目前的驱动版本还是有很多软件都不支持的 比如像是用欧拉马去部署本地Deep-seek 现阶段这张卡还跑不到ROCM上面 还是需要等一下驱动和软件更新 Blender的Benchmark目前也没有办法跑GPU渲染 所以我们只能去测一个PR PR里面9070XT相比7900XT稍有提升 但是不抵50系列颜卡 反正目前这个卡就是纯纯给臭大游戏准备的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功耗和温度表现 在Time Spy测试当中 这场TUF 9070XT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 基本上都顶着333把的功耗墙在跑 看起来目前这个功耗墙对于NV48核心来说是比较保守的 提升功耗墙应该就可以提升力度的性能 这张TUF 9070XT在20分钟的speedway压力测试当中 核心温度仅仅56度 非常凉快 而此时它的风扇转速也仅仅1200转 不过显存温度最高确实是来到了94度左右 这还是有些热的 最后我们也尝试了一下超频 最终在一顿折腾之后 这张卡成功超频到了Time Spy 33000分的水平 这个已经超过了公版5080的性能水平 目前我们还是在功耗墙仅有366W的情况下超到的 实际测试的时候电压还很低 如果未来它能够解锁功耗墙 解到500W所有的水准 我相信它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说不定冲上35000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天哪 这个9070XT测完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在老黄给我们端出一坨坨大便的情况下 能够杀出这样一场给力的A卡 真的是九汉冯甘霖 尽管生产力部分还有待驱动完善 光追特性上也还有支持不到位的地方 但至少在光追性能上这RDNA4合金 绝对是大幅的改进 补足了短板 光山化性能也十分给力 甚至它能够去打对手的5070Ti 那后续等到游戏实装了FSR4之后 我们也会来看看新的超分表现怎么样 这么一对比 目前的50系卡简直可以说是毫无性价比 最最重要的是 9070系列现在的出货量 可能比整个英伟达的50系家族都要高 显卡溢价的情况将有望得到大幅改善 我只能说天下玩家哭老黄久矣 如果哪一天50系显卡降价了 绝对不是因为老黄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9070XT来过 请大家给这位英雄送上一些掌声吧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按点赞键 来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